谁来给这个男人一巴掌 儿子只是喘了口气 男人却以为他在偷懒 直接一脚把他踢进了水里 看着儿子在水中挣扎 马上就要因窒息而死 男人却毫不在意 还恶狠狠地追着他吐了口袋 就连一旁的大叔都看不下去了 拿起鱼网将小男孩拉了上来 随后小心翼翼地帮他擦拭着身体 然而男人很快就得意不起来了 这天警察发现 寻人启事上的照片 竟和男孩长得十分像 这可把男人挤坏了 为了捍卫主权 直接一棍子敲在男孩头上 还装作憨厚地对警察解释 自己家的孩子又聋又雅 怎么会是拐来的 说吧还怕他不信 又一拳打在男孩耳朵上 男孩却纹丝不动 仿佛早已习惯了这一切 善良的警员仍不死心 他把男孩多出的刘海画了上去 随后突然注意到下方的身体特征 又赶忙拉起男孩的上衣 果然腰间有道烫伤 警员断定眼前这个男孩就是被拐来的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饭桌上他旁敲侧击询问男孩的身世 然而村民们却都默契地只字不提 警长看气氛不对 也让下属不要再提这事 男孩的妈妈健壮二话不说 一巴掌就拍了过去 随后拽着男孩的手 不知把他拖到了何处 直到傍晚他们才从集装箱内找到男孩 被拴上链子的他一脸惊恐 救下男孩后 警员更加确定他是被拐卖过来的 而警长却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徐人启示更是连看都不看就直接丢掉 在门口将一打钱递给了下属 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 而刚刚还信誓旦旦说会帮助男孩的警员 只犹豫了一秒就接住了钱 在利益面前 人性被权势的淋漓尽致 随后他将大门牢牢锁死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第二天一个女人就找到了这里 手上不停地发着传单 她正是男孩的亲生母亲 找了儿子整整六年 今天恰巧找到这里 很快他就发现了这个村子的异常 一间农民房被快杀网死死挡住 当女人向里面望去时 一个面露凶光的男人突然冒出 紧接着察觉到异常的村民也赶了过来 告诉他这是私人领地 并让他赶快离开 女人并没因此放弃 深夜他偷偷溜进集装箱内 而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他瞪大了双眼 地上竟是张儿子的寻人启示 不同的是这张被人画上了刘海 紧接着他发现被子里虽然没有人 但墙上挂的全部都是小孩子的衣服 他激动地全身发动 苦寻了六年终于看到了一点现实 不料这时男主人却走了进来 试问女人在干嘛 没多久警长也紧跟而来 面对女人种种疑问 不仅没有正面回答 还倒打一耙说他私闯名宅 女人在这几年里见过了太多的人心险恶 知道这样僵持下去没有意义 只好先行离开 准备回去就报警 隔天他假装过来道别 听闻女人要走 村民们都松了口气 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女人更加确定儿子被他们藏了起来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临走时问另一个男孩 能不能让他抱抱 小男孩却害怕地看着妈妈 得到允许后才敢跑过去 听了小男孩的话后 女人心里惊讶不已 他突然意识到 这个村里的孩子 可能全都是被拐卖过来的 然而更让他惊讶地还在后面 原来这里的民官早已勾结在了一起 编织成一张巨大的利益网 而凭他一个女人根本翻不起波浪 而他却不知道此时的儿子 因为他的到来被村民们锁了整整一天 另一个孩子偷偷告诉男孩 他妈妈来过这里 男孩沉寂的心一下被唤醒 晚上趁着人贩子都在熟睡 他们偷摸溜了出来 可村子里人均都是人贩子 很快便有村民发现了他们 没等两个孩子走出去多远 便被和村民狼狈为奸的警长 打了个正招 眼看又要被扣上手铐 遭受一番毒打 女人却在这时突然出现 大声叫着儿子的名字 男孩趁乱争托了控制 本要扑进妈妈的怀抱 可不料一辆车挡住了他的去路 眼看着村民越来越近 男孩只好拼命往大坝上跑 可很快村民就不敢往前追了 因为前面就是防波堤 也是海浪最大的地方 站在那里无异于自杀 可赶来的妈妈却顾不了这些 她一把正脱开阻拦 看着面前苦寻了六年的儿子 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然后安慰男孩不要怕 妈妈在这里 男孩看着朝思暮想的妈妈 心里的尖兵也慢慢在融化 六年来说出了唯一一句话 然而无情的命运 仍不肯放过这对母子 下一秒 此时世界仿佛都安静了 巨浪带走的不只是儿子的生命 还有一颗母亲的心 等再次醒来 她被村民们绑在岸边 眼前猥琐的胖子对这个城里来的女人 动起了歪心思 胖子边拖边告诉她 自己会像对她儿子那样温柔 听到儿子的遭遇女人心如刀脚 她拿起针管直接扎了下去 强烈的眩运感很快传来 没等胖子站起身边一头栽进了海里 女人看着地上儿子画的一家三口 再也忍不住崩溃大哭 同时心里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趁警长还在忙活她便闯进其家中 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刀 可她终究是个女人 反应过来的警长一把将她扇飞 一脚接着一脚重重地踢在女人的小腹上 最后拿出武器甚至想杀了她 然而警长却忘了她不只是个女人 还是个刚失去了孩子的母亲 危急时刻女人使出全身力气 拿起玻璃奋力扎进警长脚上 随后趁机捡起掉落的枪 看着警长惊恐的表情 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不久村子便被封锁 村民们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女人收养了另外一个小男孩 两人相依为命坚强地活了下去